被称为丧失毒品动物用镇静剂塞拉琴正渗透全美的毒品供应 许多人使用后进入恍惚状态 皮肤出现严重的溃烂伤口宛如丧失若未治疗 伤口可能坏死需要节肢 全美各地越来越多类鸦片药物过量致死案例与塞拉琴相关 据ABC News报道 费城肯兴顿区的塞拉琴危机尤其严重 超过90%的毒品样本检测出塞拉琴 根据费城卫生局的数据 2021年费城通报1276例非故意用药过量致死案件 创下新高记录 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死亡案例涉及塞拉琴 CDC的数据显示 2021年全美涉及塞拉琴的用药过量死亡案例高于2018年的35倍 2023年联邦基督署在至少48个州发现塞拉琴 其成阳性的用药过量致死案例 在南部以惊人的1,127%幅度攀升 美国CDC近日宣布 在对加州里的历史一个仓库的调查中 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非法医学实验室 里面有生物工程小鼠 传染性病原体 近30台冰箱和冰柜 培养箱等 综合美媒报道 此次调查是由一根简单的花园软管引发的 该软管被非法连接 并从建筑物后面的墙上伸出来 弗雷斯诺县公共卫生部表示 现场有800多种不同的化学物质 装在不同的瓶子里 很多标签已经从瓶子上去掉了 所以必须做大量检测 卫生官员还发现了近1000只实验室小鼠 其中200只死亡 剩余的则会被实施安乐死 仓库的占用者声称 他们正在对实验室老鼠进行一些测试 以帮助他们支持 开发在现场发现的新冠检测试剂盒 根据法庭文件 CDC的官员尽其所能进行了检测 并确定存在至少20种潜在的传染性病毒 细菌和寄生虫 包括大肠杆菌、瘧疾和导致新冠的病毒 经调查后发现 该仓库2022年的租户 维内华达州注册的公司Prestige Biotech 但该公司没有在加州展开业务的牌照 该公司的注册地址是空置办公室 弗雷斯诺县公共卫生部门的声明表示 经过合法销毁程序后 所有该仓库内的生物制剂已销毁 8月1日是洛杉矶的租客 偿还新冠疫情期间欠缴租金的最后期限 在此之后 房客需要缴纳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的一年半租金 许多租客表示 他们无法在短短24小时内 偿还数千美元的欠租 这使他们开始担心被驱逐 而房东则表示 他们已经等待了18个月的租金 不能再等待下去 租户倡导者对于当前城市住房危机 导致无家可归者人数激增表示担忧 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计划讨论 房东和租客的权利 以及可能为那些无利钱支付所有欠租的租客提供资源 预计市长将讨论他的财政支出计划 其中包括1800万美元用于短期紧急援助项目 以及2300万美元用于法律援助 有法律专家表示 房东最多能做的就是向小额索赔法庭提出索赔 要求租客将欠款视为普通的消费者债务来偿还 而不能将其作为驱逐租客的理由 据悉 为支付的租金涵盖2021年10月至2023年1月期间的欠款 应在2024年2月的第二次付款截止日期前长清 巴拿马政府7月31日表示 今年已有近24.89万移民穿越了风格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的茂密丛林达连爱口 比创纪录的去年增加了600人 达连爱口长265公里 沿途由野生动物、河流和犯罪团伙 他们抢劫移民或索要金钱为他们穿越丛林做向导 尽管存在危险 但已成为南美洲移民经中美洲前往美国的走廊 巴拿马公共安全部警告说 到今年年底通过达连爱口的人数可能会达到40万人 巴拿马移民局副局长玛利亚·伊沙贝尔·萨拉维亚说 今年迄今为止记录的移民中 有超过五分之一是儿童和青少年 其中一半是五岁或以下 就国籍来区分 其中超过十万移民是委内瑞拉人 途经该路线的还有大约3.3万名海地人 2.5万名厄瓜多尔人和8500名中国人